大圓頂禮帽 圍背肩 紮媽鞭 穿著傳統服飾的玻璃維亞婦女 稱之為Trolita Trolita服裝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 近年Trolita一致 則與女子摔角扯上關係 Trolita的圓頂禮帽來自歐洲 原意是賣給玻璃維亞的英國鐵路工人 但離火的赤馬錯午 散意人凌機一觸 轉向婦女市場 華大禮帽是歐洲女士潮流的打扮 起了在玻璃維亞大受歡迎 而這個打扮保持近百年 現在成為Trolita不可滑缺的潮物 Trolita的群特別寬闊 內群一層搭一層 用一部長搭百米 目的是令到臀部看來豐滿 還要展示小腿 玻璃維亞男士認為女性的小腿特別性感 所以求偶的就會露出小腿 吸引異性 Trolita的打扮為吸引異性 但穿著傳統服飾的Trolita女子摔角 吸引了不少遊客 Trolita女子摔角 在La Paz的鄰近城市 El Alto舉行 它是很難開始 因為 當我製造照片 的照片 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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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想賣 因為 因為渡客人只能展示 很好的東西給渡客人 但他們不開始展示真實的生活 所以這城市 是一個城市 不太流行為渡客人 而不是很好的城市 他們不願意展示 他們認為這城市也在 Angelo 所以他們不願意渡客人去 但Dennis深信 Trolita是本地文化 摔角只是他的包裝 所以他親自到不同的青年旅館 拉客 結果Trolita女子摔角深受游客喜愛 起初由一週一場 變成一週兩場 週四晚上遊客觀眾居多 而週日就是忠實的街坊觀眾多點 我們有本地文化人 每天天、每星期天 去參觀 所以我們必須改變 每次的經濟 我們會有更多驚喜 每天我們會更好 更好 Trolita們開始訓練 他們會更好 他們會有更多訓練 每天 每天都會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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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協會有20名 Trolita摔角走 年齡有15至40多歲 新手經過4個月訓練 就可以上場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